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小黄冰冰在美国 我是最终美国社友的房产经纪冰冰 我是最终美国社友的房产经纪冰冰 我是最终美国房产的社友是小胖 对 看今天大风天来给大家拍新房子 然后后面就是 就是Portola Spring新开的Ollywood 对 其实上期我们给大家拍了一户型 我们也给大家说了 就是它的优点缺点 其实缺点都不是说缺点 是整个大公园和Portola的一个通病 对 商业的问题 但是商业我相信大家是可以争取来的 这一期我们给大家拍二户型 对 拍二户型之前 我们再说一件最近风很大的事情 就是大家知道 就有一些 就是摆一些经纪公司和NNR和房地产协会给告了 对 然后告了以后 第一轮肯定是房地产协会输了 然后这件事是为什么 是说他们没有输 没有输 这个事情没有输 他们是庭外和解 对 庭外和解 然后说是 但是不在加州 是在外州的 密苏里 对 说强迫 卖家出佣金 对 对 然后出六个点很高 其实这件事有很多经纪人发 然后有很多经纪人说 对 然后也说以后就是卖家不用出买家的佣金了 对 其实说白了 就是从我从业以来 就是从15年 其实我学的就是根本就从来没有强制过说卖家去出什么出多少的佣金 对 出谁的佣金 对 都是可以商量的 对 都是可以商量的 包括其实很多就是人来叫我们卖房子买房子 大家都说过反佣的事情 对 佣金是可以谈的 这个事情并不是个经纪话题 对吧 然后你看建商它做的够大了吧 莱纳它不给佣金 这说明什么 这佣金的确是可以谈的 对不对 对 没错 然后很多人就说 以后买家的中介就没有办法活了 因为都是只给listing的佣金 其实这个事情市场会把它调整好 没错 目前不会 人家判案子网上的风也很大 然后美国的媒体怎么说 大家都统一的认为是说 目前对房产市场对经纪人都不会有太大影响 因为大家已经有一个惯性 就是习惯了这样一个操作的模式 所以即使目前它推行的 这个现行的新的法律是说 卖家是可以不给经纪人佣金了 但是不会马上出现很多房子他不给佣金了 因为你要一旦不给的话 可能很多经纪人他不能推你的房子 那房子还是不会不好卖的 所以渐渐也要看这个市场怎么走 然后大家的习惯是怎么转变的 对你对观众朋友们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 欢迎给我们留言 谈谈你的这个见解 对当然我没有说咱们华人不好 只是说我们华人都愿意说我能省点钱 那我去 这是理所应当的 对去找listing agent去买 那我就不出买家的佣金了 但是您别忘了中间有很多条文 您是不知道的 对对对对对 而且很多我们说过就是listing这一块它一定是偏向于卖家的 对 就这个是大家的共识是common sense 对对 所以说您想保证自己的权益 就像我们很多就是高知的客户 人家很聪明 就找我们来买房子 有时候蓝大不给人家说我给 但是你要帮我监督每一个环节 不能说我在我中间的文件出问题 是对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靠自己的本事 如果买家经纪人也要靠自己的本事 来争取说给买家争取最多的利益 对 那买家一定会用你 就是如果你能帮买家各个方面文件处理好 然后帮买家省10万 买家给你2万 我觉得这是ok的 对对吧 而且省的很多钱不是量化的 它有时候是无形的 是对吧 比如说其实买家经纪人 包括我们自己做经纪人都在不同的不停的进步 大家知道就是我很相信风水 我就会学风水 会告诉大家就是如果您房子应该怎么布局 每年我们会给客人发就是今年的风水即位在哪里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service做到了 你也不用害怕什么 没错 对吧 就市场会调节的 我相信市场会调节好一切 对 那我们这个就不多说了 这个风很大的事情就给大家解决了 如果您不愿意付 您可以不付 对 但是您就全部都依照自己的喜好 是 那好了 那我们呢去去给大家拍一下Oliver的二户型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看Oliver的二户型 二户型呢是2980尺 然后再说一遍 这个小区的物业费呢是180块钱一个月 然后它的地税是1.3然后二户型和一户型呢最大的外观上的区别呢就是它没有前面的门廊 因为一户型它前面是一个正式的入户门廊的二户型是没有的 我们在二户型都有一个客户都有一个小派丢是吗 对对 现在第一期的二户型是有一个带景的吗 二户型对对没错的是320万 好的那我们进去看看走 二户型进来之后呢我现在第一感觉啊这个过道比一户型要宽 不要大家看出来没有 因为你看它搁了一个这样的柜子 你觉得它这过道宽的很像Revalo 对对对对吧 因为Revalo咱们卖过客人的房子嘛 咱们这还摆了一个架子摆什么的 没错 就蛮舒服的 没错 但是这里吧你要放个鞋架吧 我又不舒服 因为这么宽是拿来摆豪气 你放鞋架很尴尬 不过你就放好看的吗 像这种摆鞋架里面 我往里走 往里走呢 到它的公共区 一楼公共区呢 我感觉比二户 一户型比起来 更宽敞明亮一些 我是这样的感觉 我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楼梯 这是我喜欢的楼梯类型 大家刚才不在讨论吗 Open的 对对对 你不喜欢那个油堵墙挡 对 因为油堵墙挡 我觉得搬家的时候 就特别难搬 就很多东西就会隔道条 对吧 而且不敞亮 对 然后进来呢 这是它的一楼的客厅区域 这个客厅呢 因为这个盘 它有很多的带紧地块 如果有带紧地块的话 这样看出去就非常舒服了 你坐在客厅里面 直接享受美景 对吧 但是如果非带紧地块呢 就有点尴尬 因为这个盘 它的地块都不是很大 所以你的那个墙和你的这个推拉门距离可能有点短 会有点压迫的感觉 但是你说到这我不都不说这个建商都挺坏的 就是无伤不坚嘛 就是它第一期大家知道第一期最便宜 但是二户型卖到320万 它加了快100万 是带紧嘛 对 但是这个门 在房子里啊 这个门直接冲到移进门的那个门 然后还是一条大路冲 对 其实一开门呢 就是咱们中国人讲风水的话 就是煞蛮大的 对 我觉得还是需要遮挡一个东西 这也看人 信则有无信则无 对吧 就是这种东西 我觉得咱们的风水 我说过好多遍 就是我觉得咱们中国老祖宗的风水是有道理的 是有科学道理 但是我个人观点跟你的可能就这有一点小冲突啊 就是我觉得那条路呢 因为它是社区里面的路 而且不是条大路 我是能接受的 对吧 我是就是我肯定接受不了 我肯定是不要的 而且还贵那么多 我们下一个话 然后我们来到呢 是它的一楼的厨房区域 跟一户型相比 它二户型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呢 是它做饭的区域 等于是在整个屋子的正中间 它不是顶着墙的 一户型的这个灶台是顶着内堵墙 而二户型的是顶着车库 这个厨房呢 我在这站着的是很舒服的 两个原因 第一呢 因为这个地块带井 所以我看出去呢 是有井观的 第二呢 一楼的开放式设计 我站在厨房这个位置 可以兼顾到客厅和用餐区域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 就是有里有弊吧 好 像我们上期说的 Olive呢 它所有的户型呢 都预留了中厨的位置 这个二户型呢 它就是中厨已经帮你做好了 有个样板 像这边开了一个窗户 有水台 有炒菜的地方 有抽烟机 还有一堵可以关上的门 所以这个中厨一关门的话 油烟就进不去屋子里了 如果是标配的话呢 这是它的储物空间 Pantry 现在呢 我们来到的是它的用餐区域 这个用餐区域也没得说 如果是带井地块的话 这就无敌了 对不对 你坐在这一个大长桌上 一看那边是井 对吧 我觉得是很舒服的 然后这一块呢 也可以升级成推拉门 这一堵墙是可以做成推拉门的 但是这个我就会升级了 医护型我不会 是因为我怕那个 路冲 对不是路冲 我怕穿藏衫 但是这个呢 我就会升级了 我就会觉得说 哎 这样还挺舒服的 如果这也能打开 那也能打开 如果全都能打开 那就更好了 我反倒的是这个 我就不省了 我那边已经有了 就无所谓了是吧 好 那我们现在回到门口 来大家再看一看一楼的客卧 进门的右手边是它一楼的客卧 客卧呢 进来之后呢 左手边是客卧配的卫生间 但是呢 会需要跟公共区域共用 然后往里走呢 是它的一楼的客卧 这个客卧跟一户型比起来 彬彬的感觉是要小 我进来之后也感觉小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它这个桌子放中间的原因 应该不是 你看这个桌子 其实跟那边那个couch 就是那个沙发 是宽都差不多的 你想一下如果它摆到这儿 它中间过人的地方 就非常小了 的确是 因为那边也摆了一个这个 的确是 对吧 所以我觉得二户型 它一楼的卧室会偏小一些 大家买的时候要注意 我们现在来看看它的户外区域 要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这一块是可以做一个家族房的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用铁的 其实挺好的 我就想把我家换成这种铁的 因为铁的不会有白蚁 从外面往里爬 我说过很多次 就是如果您家是木头的 它的白蚁就会从这边往屋子的木头上爬 没错 我一直想换这样的 就是我反正我是想找坐院子 把我家换掉 那二楼上来呢 就是很诧异 两个户型 二楼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而且Labs的空间完全感觉一样 感觉也是一样的 对吧 对而且我们是先看完的 所以它主卧基本上一样的 它唯一的不一样是在客卧的一个位置 对啊 我们先带大家看主卧吧 然后Labs如果人口多也可以加变成一个房间 对 但你看你那个房间带不带卫生间 它是带的 它是自己带的 所以呢就还好 因为它二楼呢 两个房间是要共用一个卫生间的 所以如果你把这一块加成一个房间的话呢 它是自己会带卫生间的 所以呢帮New Home Company打一广告啊 就是他们目前的这个新开盘的状况下呢 价钱还是蛮好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跟之前的这个Highland比起来 Highland基础价格已经到了230万嘛 那这边呢 它不但包括一些升级在里面 而且搜了 搜你的太阳能 所以呢价格还是蛮有优味的 没错 那太阳能就价值两万多对吧 对对对 而且它还包很多升级 是的 还是这个盘呢有很多的带景地块 所以呢 所有带景地块的主卧 看出去都是非常的空旷 非常的有圆眺的感觉的 没错 就是带景地块呢 就是我们也跟大家说过 您看你是想买城市景山景 没错 都不错 而且我们上一期给大家看了一个地图 我们这次再给大家看一下 没错 地图呢 如果您买到这一六都比较好 我自己最喜欢的是这一块 就是我手指这一块 但是它先开盘的卖的是这边 对对 然后二户型的卫生间呢 我更喜欢一户型的设计 就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然后中间放一个浴缸 对没错没错没错 那样互不打扰 我也觉得是这个就有点浪费 对没错 对我觉得好像一楼二楼 都没有多出来那200尺 这200尺到哪里去了 可能这里占了50 然后过道占了个几十 没错 现在大家看一看 这个二户型的客户 跟一户型是不一样 二户型的客户也是通过一个走廊走进来 然后左手边是它的洗衣房 右手边是它的这个淋浴 对 大家注意这个淋浴是升级的 里面如果不升级的话 它是一个浴缸要卖进去的那种 没错 我是比较喜欢客户用占雨比较好 对对对 就我还是要觉得家里要保留一个浴缸 因为我把浴缸拆了之后 不是浴缸放在主卧就行了 也对 对吧 然后其实二户型跟一户型比起来 它多出来200尺 我刚刚我们才看见 就是这个客户 这两个客户真的是蛮大的 对真的大很多 比一户型大非常多 二户型 对中间放一个king size 然后放床头柜 两边应该还有额外的区域 放完床之后 这边放上桌子中间的过道 还是非常的宽敞 没错 而且放king size也足够用 没错 然后二楼它临接的卧房是有一个小阳台的 这个不是那种junior balcony 就是出不去的 这个还是能走出去那种 如果是男生在这边住的话 晚上在阳台上抽个烟什么的 还是蛮舒服的 那是小孩的话就不太行了 好了 那欧里屋二户型我们看完了 你总结一下你觉得好不好 欧里屋二户型的话就是一楼看完之后 感觉跟没有一户型好 对吧 因为它有个穿堂的问题 对对对 那你不在乎吗 我不在乎 我真不在乎 对对对 但是二楼上来呢 真的还是比一户型要就是两个客户 舒服 舒服很多 对 而且它是就是分开的不是并排 对 这个呢 就打中了我们华人的这个点了 因为老外他并不在意 他的客户到底多大多小 中国人特别在意 家里跟你一起住的人 因为中国人比较照顾周边的人 对对 所以让老人更舒服 孩子老人住的更舒服 那肯定是二户型更好了 对没错 那二户型呢 价格呢 跟一户型其实差不多 就没差多少钱 对 但是呢 第一期二户型是带紧的 已经卖掉了 是320万 对 然后呢 是84号第一块 对 那如果你想买二户型呢 就要下一期 那下一期呢 就尽快联系我们 我们帮你去排队 是的 一共有100套房子 大地呢 有六七套 是的 剩下有一些带紧的 如果你想带紧呢 大概现在加价加的比较高 但是卖的时候也卖的比较高 现在像Ocho Hills 那个带紧都卖到 1500块钱一尺 对 那个房子卖900万 谁能想到 当时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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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本钱嘛 对 所以如果说你买的高 你就卖的高 就带紧的地块 谁都喜欢 是 那好吧 那喜欢我们的就点点关注 然后我们下期 接下来 你一说到喜欢我们的 点点关注就这么没底气 应该 喜欢我们的赶紧点关注 好吧 好吧 那我们下期给大家排 Oliwood的三户型 拜拜 拜拜